你好 歡迎收看 《遇見大人物》 我是許晶晶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一談 最近在台灣受到了 高度關注的議題 離岸風電 我們都知道 其實再生能源的發展 是全球的重要趨勢 而台灣在離岸風電的發展上面 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當然政府也希望可以透過 整合國內外的資源 建立制度架構 把台灣打造成一個 亞洲離岸風電的樞紐 但究竟這離岸風電的發展 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好處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了 台灣離岸風電開發商之一 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CIP台灣區的代表 來跟我們聊聊 離岸風電在台灣的發展 以及願景 我們先來歡迎 CIP台灣區計劃總監徐乃文 歡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CIP台灣區財務長徐震穎 歡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知道現在 目前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動 也知道說現在 目前離岸風電 這是台灣最夯的議題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這一位是CIP亞太區董事長 艾卓如 他在亞洲 在歐洲 被稱為是離岸風電之父 先邀請艾卓如先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 離岸風電的發展趨勢 發展趨勢 都 being some of the first movers in that area. But what even more excites me is when I look ahead, because what we see just now is that this development from offshore wind, this is practically exploding in years to come. 我們在過去幾年有一個月增加 但現在它會變得很嚴重 我們會在亞洲派對方 我們會看到台灣的計劃 在中國 英國 南韓國 日本和其他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離岸封店之父 艾卓如董事長特別提到了 這個離岸封店在最近半年之內 絕對會有爆炸性的成長 同時我們也聽到他剛剛講到 在丹麥來講 50%的日常用電都是用到離岸封店 這是一個非常乾淨的能源 台灣請教兩位 台灣的發展到底有沒有優勢 以及在台灣我們都知道 必須要挹注大筆的資金從零開始 這樣對台灣會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台灣其實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我們有98%的能源是依賴進口的 對 其實早在2010年的時候 美國太空總署NASA 他就曾經做過調查 台灣彰化外海的風能 其實是一個非常 每年因為在台灣的中央山脈 跟福建的五一山中間 形成了一個狹道的效益 所以每年這個東北季風非常強勁 它是一個非常適合發展 離岸封店的一個場域 台灣我們其實台灣人的這個電價 是世界倒數排名第三國家 可是我們的用電量 卻是世界排行前13高的這個 所以台灣人的用電量是全亞洲 平均每人用電量最高的國家 而且我們花了很多的成本在用電方面 對 所以怎麼樣子去把老天爺 給我們這一個非常好的這個風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這個能 去把它轉換成電 是離岸風電能夠為台灣創造的一個 不僅在能源自主上面 接下來在這個環保 健康 還有在我們的這個綠色經濟的這個貢獻 對台灣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產業 您覺得這麼多開發當中 CIP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您覺得在這個部分競爭力在哪裡 我們CIP的這個經驗值上 像剛剛我們很有榮幸介紹我們的董事長 我們董事長過去是丹麥財政部次長 任職了30年的時間 然後他在整個歐洲被稱為離岸風電之父 因為他帶領了歐洲進行的一場離岸風電的工業革命 大量化的去量產這個風力發電機組 量產這個水下基礎 而我們台灣區的計畫執行長 目前仍然是世界上離岸風廠開發紀錄的世界紀錄保持人 現在在英國外海這個滿滿一片正在運轉中的風廠 絕大部分都是我們的執行長來當時開發的 而整個歐洲前14大的離岸風廠當中 有9座是我們CIP的團隊在過去的經歷裡面 從開發到建設到維護運轉 都參與了非常重要的管理的職位 所以在整個經驗的傳承上 這一些非常有經驗的高階的經理人 他們現在全部位在台灣 所以等於所有的經驗灌注在台灣 扎根在台灣 所以也導致我們可以非常快的 跟本土的產業訂單 下單 這是一個非常快的發展 這一次到台灣之後 你覺得本土化這一塊怎麼去做 比如說產學合作 或者是說漁業轉型相關的一些產業的部分 本土化怎麼去治理 我們把本土化分成三大面向 就是產業鏈跟人才培育的部分 我可以先分享在產業鏈上面 我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把我們整座風廠 需要超過60座的水下基礎 全部下單給一家台灣的公司 叫做世紀風店 這個世紀風店這樣子的剛購集團 它又下包了大約台灣下游10家的公司 所以一張離岸風店史上最大的 165億新台幣的單 加匯了10到11家的本土產業 而這些本土產業 他們在台北港 他們在桃園 他們在彰化 他們在高雄 都需要各自的去擴廠 然後去投資去招募人員 所以這一些產業加總起來 他們額外將投資 將近新台幣200億 然後會創造 加總起來2500個就業機會 光一張單就可以創造 這樣子的經濟規模 在這個產業鏈的本土化上面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 讓大家會有感的例子 在人才培育上面 因為我們整個 就是說公司成員的經驗 所以他20幾年的經驗 告訴他們說 人才非常難尋 而且人才的培育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的執行長 在一年半 將近兩年前 我們公司成立的時候 他就做的第一件事 他到了彰化的技術大學 叫彰化建國科技大學 去跟建國科技大學 做了建教的合作 我們去做了一個 維護運轉的學圖制的規劃 然後現在都已經 上學期都已經開始開課了 那什麼是維護運轉 維護運轉就是 風機蓋好以後 我們需要20年去維護它 所以它是一個20年的生意 20年的工作 而這一些專業的綠領技術人員 是現在就要開始培育的 是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上面非常扎實 去年底 我的團隊還特別帶著彰化 這個建國大學的老師 到丹麥去受訓 去考試 去爬風機 去體驗說 這個這樣子綠領專業人員的 未來的生活是什麼 那這是一塊 那在所謂 年輕的白領的人員的培育上面 我們在去年 全台還選了實習生 全台我們收到了一百多封的履歷表 做了兩輪的篩選以後 選出了六位的學生 許多是大學剛畢業 可是他大學一畢業 他就可以到我們的相關的部門來實習 那其實一個故事是說 我們的實習生就跟我反映說 其實剛開始我們以為做實習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低階的 比較打雜的工作 結果天曉得他接到我們的電話是說 某某某你隔天要上班了 可是我們打算把你飛到阿姆斯特丹 讓你去參加這個 海事工程的協商會議 你覺得如何 他說當下他是要很正經 很好啊 結果電話一掛起來 哇 非常的開心 然後就這樣去了 然後其他的年輕的同學是 飛到新加坡做專門的專業的授業 或者是有的同學是 上班的第二天被給了兩本很厚的合約 說這是我們過去簽的合約 你可以研究看看 接下來我們就會讓你在參與這個過程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被交付真正的責任 然後真正是從做中學 一個很刺激的 而且是很扎實的 對 沒錯 然後是最有經驗的這些所謂的老師 也就是我們很有經驗這些業界的 從業人員 對 專業人員 來跟著他們一起成長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 我們身為台灣人 為我們的年輕的下一輩 其實感覺其實是滿感動的 那這一塊的話 在台灣來講 我們用的人才 有沒有台灣人的比例的問題呢 目前 我們公司的話 將近一半的同事都是台灣人 那一半的這些專業人員 是來自於歐洲 絕大部分丹麥 所以目前接受到 在台灣本土人才的這個培育的上面 兩年多前就開始做這樣的計畫了 但目前是都很順利接軌 大家的反應跟接受度也都很不錯 我覺得滿不錯 而且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跟台灣大學的 這個能源中心這邊 也有一系列的合作 然後帶著台大的老師們 到丹麥的科技大學 也就是離岸風電手去一指的 研究的最高的殿堂 來做相對的交流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一直投注 在這些人才的培育 但是重點說 它不是為了我們公司 當然 它是要為整個台灣的留人才 真的 這很重要 但其實我還看到你們有一點 就是CIP 在這個 對於本土化的這個計畫當中 有一項非常特別是說 漁業轉型 你怎麼樣做漁業轉型呢 在漁業轉型上 因為其實 其實未來我們封廠在建制的時候 在建制的那兩年到兩到三年之間 那一塊海域為了安全的考量 是不可能有漁船進入的 對 沒錯 對 也因此我們必定要做漁業的補償 而且這是必做 也是政府要求要做 也是我們主動也會額外去配合的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會持續的其實已經跟在地的 這個漁民船長做一些討論 就是說 那兩年它除了到其他地方去捕魚之外 它還可以做什麼 其實它可以做警戒船 因為在到時候施工海域上 會有大概30艘或大或小的船隻 那這時候就需要警戒船圍繞在施工的周圍 有點像海上的保全 沒錯 把其他的船隻 讓它避免進入這樣子的施工領域 這是一個也為了他們安全著想 對 而這其實是一個穩定的一個工作 而其實我們早在這個去年 我們就已經 像我就跟我們的工程團隊 直接殺到我們彰化的這個船長家裡 因為那時候有專探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跟這個船長來討論 漁民船長來討論 你怎麼樣來為我們做專探時的警戒 所以他跟他的兩個兒子 年輕的船長非常的勝任 而且這個過程其實 不僅讓我們有很好的友誼 而且他也會覺得說 我還可以多做一些什麼其他的投資 除了捕魚之外 他可以學新的技能 然後也更了解更多的技術等等 相關方面 所以其實在這一塊漁業轉形象 當地漁民也都是非常接受這一塊的 對不對 因為一開始有一點點反對的聲音出現 但是好像到後來輔導到現在 目前大家都很樂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不敢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畢竟這是一個 它是對他們未來生活的一個改變 而我們只能說我們還有很多值得去做 而且我們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在今年1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開了一場 第一場的安全教育的工作坊 因為其實漁民他淘海他非常了解海象 我們這些算是外來的 不太了解海象 可是我們作為專業的管理人 或是工程的執行的廠商 我們對安全的標準 跟漁民對安全的標準 中間是有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我們未來對安全的標準 能夠跟他們分享 然後讓他們能夠執行我們的工作 這個是業主的一個基本的責任 所以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家開發商 主動的在做這樣漁業轉型的安全工作坊 1月開了第一場 之後我們還會持續開下去 對 真的面對改變有很多人 有很多不一樣的質疑以及懷疑 不過真的要改變 才能夠帶來新的力量 下一段節目我們就要跟大家繼續聊一聊 離岸風店在台灣發展的關鍵要素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繼續遇見大人物 歡迎回到遇見大人物 我們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離岸風店在台灣的快速發展 而台灣去年的夏天也真的就是爆發了缺電危機 但是離岸風店或許可以為台灣開闢一個 永續發展的乾淨能源 但是它要在台灣深耕真的也充滿了挑戰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再度邀請到 CIP在亞太區的董事長艾卓如先生來跟我們談一談 對於台灣發展離岸風店的觀察 歡迎 另外一個重要的說法 是台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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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的第一種動作 在亞洲-Pacific 而我認為 我認為 政府的政府設定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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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会使用在台湾 而是不同的从我们使用在欧洲 而是更加简单的 我们在欧洲 我们只是研究了一种研究的研究 这里是这个架构的架构 它必须是架构的架构 从很多部分的架构 而是更加简单的 幸运我们有好合合合合作 业的服务 所以我们希望 CIP有专门和邦业公司 所以我们希望 它会在台湾 而台湾会成为 研究这种架构构 刚刚其实艾卓如董事长有提到 其实台湾在亚洲地区 发展的离岸风电 算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如果说 目前想要更成功的来发展的话 台湾能够掌握的这关键因素 到底有哪些 有几个非常基本的要件 第一个 而且永远是最重要的 就是稳定的政策支持 真的 有一个稳定的政策支持 一个稳定的发展的环境 是离岸风电 以及再生能源产业 能够蓬勃发展的根本 第一点 我们现在目前知道的是 彰化县政府 其实是非常全力在支持这一块 因为县长也特别 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也特别谈到了离岸风电 那接下来就是中央 以及所有的相关部会人员 能够全力来帮忙支持 如果能够秉除政治因素的话 接下来还有哪些因素呢 还有哪些关键 我们要掌握住的 第二个关键的话 就是整个人才的养成 因为人才养成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只有光一家开发商做是不够的 其实我们业界所有的同侪 都各自积极的在做培育人才 所以这一点的话是 未来我们可以乐见台湾成为一个 新的亚太的这些人才的发散地 或是这个出发点 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 一个预见的未来 第三点的话就是 整个本土产业链的建立 因为产业链的建立 现在就是靠政府的政策在规范 它强制的规范开发商 必须要履行各种不同的国产化的 最严格的规范 对 没错 那为什么董事长会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CIP是 所有业界的开发商中 唯一一家有肩负最高的 国产化比例跟责任的 这是在政府的规范底下 所以我们当然是责任重大 可是也非常的努力的来往前推动 是 而且其实刚刚财务长 还特别提到了一个 就是这个融资的部分 台湾这些金融机构 它遇到的困境 或者说要突破的点在哪里 你看到 其实整个离岸封电的建制 动辄百亿千亿 是 没错 所以它需要的这个金融的支持 其实是非常的大 台湾的银行过去 其实不是没有做这个 所谓无追索的 专案融资的这个经验 我们过去的IPP的电厂的建制 其实就是用无追索的 这样子的方式 只是相较于离岸封电来讲 因为它是在海上 又更复杂 所以怎么样子 就是在这个专案融资的 这个验证的机制上面去建立 政府早在去年这个国发会 它就已经mandate了 我们经济部标检局 要去发展这样子的 第三方验证中心 然后这些 也跟国外的这些 专业的验证机构 签了合作的协议 我们也在去年2月 就开始跟标检局底下的六大智库 签合作备忘录 就是我们要拿台湾的 实际上的这个封场 建制的时候 让台湾去学这个 专案融资的这个验证 让我们台湾的银行 可以走得出去 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 离岸封电来讲的话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挑战 以及未来 还能够做些什么 赶快请教一下总监 剩下最后的时间 我们现在过去 新闻上面一直看到 对于等购费率的这些争议 其实大家一直着眼在 价格 价钱的这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忘记价值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以前大概老一辈 像我这个年纪的就知道 台湾的这个十大建设 当时这个蒋经国总统 曾经喊出说 今天不做 明天会后悔 其实离岸封电 它对这个社会环境 对经济 它其实是一減离国 非常非常 又能够把我们的年轻人 留在台湾的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对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一度电要多少钱 但是这个换算下来 假设真的离岸封电 所有的投资 都要摊到所有的民众的身上来的话 这对你我 就是一个家户的用电 一个月省一杯咖啡 你少喝一杯咖啡 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产业链 在欧洲已经发展了30年 他们来台湾 是亚洲的第一站 整个经验这样子传承过来 然后我们现有 从过去的我们的中刚 我们的台船 我们的产业可以升级 技术可以再提升 然后去打我们整个亚太区 甚至于是全球的 打入这个全球的供应链里面 所以建设基础的绿电 然后把这样子的产业 它能够扩散出去的效益 其实这个不是每个家户一个月 一杯咖啡的钱这样子去衡量说 我们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不要看得这么浅 要看远一些些 而且如果这个真的是所谓的代价 我们愿意每家户每个月少喝一杯咖啡 患得小孩子在冬天不要过敏 因为冬天其实是风力发电 整个效能最高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用风力发电 离岸风电来取代火力电厂 那就冬天可以看得到暖阳 没有雾霾 患得孩子的健康 这会不会是我们想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人 我们身为台湾人 我们会想要努力为台湾打造的 是 价值永远比价钱还要重要 而且更远 所以希望台湾能够真的打造成为 离岸风电的枢纽典电范 今天非常谢谢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台湾区计划总监许乃文 以及台湾区财务长许振颖 跟我们分享台湾离岸风电 产业的发展 这样的能源也希望能够 真正克服困难在台湾深耕着障 遇见大路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基金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